萬物有價 當你遇見一件西式珍寶的時候 願意拿什麼樣子屬於你的東西 來做等價交換呢 今天要跟大家談的這件文物 它其實不是書法的墨基本 也就是說它不是本尊來著 它其實算是一個分身 我是吳宋芬 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助理研究員 專長是繪畫書法藝術史 是什麼樣子的原因 讓這一個不是本尊的分身 變得如此地有名 如此地舉世公正 這件作品是千古書聖 王羲芝所寫的天下第一行書 藍廷旭 它在世珍貴的程度 足以讓千古明君 唐太宗為了它 甘心讓自己身名有俠 派自己的手下奉旨詐騙 唐太宗非常喜歡 書聖王羲芝的書法 其實這個時候 唐太宗即位的時候 當上皇帝的時候 距離王羲芝完成 藍廷旭這個作品 已經兩百多年了 唐太宗一直 以天子之威兼金箔之力 很努力地花錢或者是賞賜官位 讓天底下的人 拿王羲芝的書法 來敬獻給朝廷 可是美中不足的是 他擁有天下所有 王羲芝的家座 可是最有名的 藍廷旭 不在他的那幅庫藏當中 多方打聽以後 他知道王羲芝的藍廷旭 在王家一直被當作 川家寶保存著 可是在問到目前 據說可能擁有 王羲芝藍廷旭的這個人 叫做變才老和尚 他矢口否認 他說沒有 我沒有藍廷旭 我不敢欺騙皇帝您 但是就不在我手上 唐太宗太想要 太想要這件東西 所以逼得出此下策 要派人去詐騙 用不擇手段的方式 來取得他想要的東西 簡單而說 就是有人失口否認 那麼導致有人諷止詐騙 我們經常說 一個人喜歡什麼東西 喜歡得要命 別人就會揶揄他說 你是要把它帶到棺材裡面去嗎 唐太宗據說就真的這麼做了 導致王羲芝的作品 目前存世的沒有任何一個字 那麼真姬不存 當然它的分身就等同於真姬 可以以真姬的這個地位 留存在這個世界上 唐太宗 費盡千辛萬苦得到了以後 他非常的高興 想說天下至寶僅此一見 那我可以拿什麼樣子的方式來 讓大家都知道 我有這一個寶物呢 它的辦法就是找很多人 來複製這一個作品 那當初唐代內府 擅長寫書法的他書人 包括諸葛珍 包括馮承素 韓道正 趙摩等人 都曾經磨過這個作品 那這導致藍婷 以一本分身千百 每一本都有一些微小的差異 其中最好的應該說是歐陽羲 最能夠體現書法風武的這個模本 被魔科上時變成了定武藍婷 那三百多個字寫出來 你能夠在裡面看見的 比如說每一個字的筆畫 用筆 行器 章法 精神 排步等等 雄勁跟秀美其實是兼而由之 其實要怎麼樣子 同時兼具這不一樣的個性 他在改寫的地方 通常都會用比較粗的字畫 也就是說你看見哪裡的筆畫線條 比較稍微粗胖一點 你就知道這個地方 有人寫完以後 想到了更好的寫法 據說北宋的時候 可以賣到踏上一張薄薄的紙 十八行 三百二十四個字 這麼薄薄的一張紙的話 可以賣當時的錢一千錢 也就是一罐錢 我們說一個人有錢的話 夭長萬罐 各種不一樣的藍婷序 你把這些不一樣的版本 全部攤開來看的時候 他們彼此之間 那個細微的差異 同中求易 你又在意中求同 到底那個細微的差異 是怎麼來的 你可以發揮一個 就是當偵探 探案的重要的刺激感 有各種各樣非常有趣的故事 一本藍婷 我其實覺得她是一個一千零一頁 她說你願意講 你願意挖下去 你每天都有不一樣的新收穫 就是我覺得定武藍婷對我來講 她魅力很大 那這一次我決定我要講她的原因 是